都是因為收藏那些東西 因為我也很像帶纏浪朋友一樣 你們不能去 我幫你們去 我幫不能跑的人 幫你跑完回來給大家看 所以我這個影片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段 剛好她的月亮星圓夢訪 當時玉華說 就帶你們蘆洲一起來 然後我就去 那剛好是榮土成立的 我就帶他們唱月亮代表我新的手語歌 然後跟他們 玉華告訴他們我旅行的一些故事 然後我就用影片穿他在裡面 來跟他講那些 我旅行什麼定十字架啦 十人族啦 還有這些非洲被綁架啦 因為這些對於原住民來 對於我們的很多深藏朋友來講 就是電視上看他也看不到那麼完整 但是他也沒有機會去 我來跟他講 所以這個影片裡面有一部分 其實也是在把這一種 不只是講各種障別的朋友 而是造別跟一般的普通的朋友 中間的連結 而且我的媽媽又是全身癱瘓 所以其實這裡面是連結了三位媽媽 三位媽媽 對不對 那他們的媽媽更偉大 因為他們要照顧一位有不同造別的孩子 那我的媽媽是有障礙 所以從他們的身上 從許啟鵬的身上 我看到尤其像許啟鵬 我媽媽也是後天癱瘓 那這樣後天癱瘓的情形下 這些又在我的生命給我什麼樣的力量 所以其實一般的 所以為什麼當時我想用這樣形式的原因 是因為我希望說 不是就像你那次我很同意你講的 不是每一個有身體障礙的朋友 就要當汪洋中的一條船 不是 你那次真的講那個 我聽了非常震撼 而且真的改變很多我們的觀點 不是每一個人叫什麼殘而無廢 然後就叫上游 力爭上游 然後就是每次叫 這樣才表示是一個感人的故事嗎 不是每個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條出來 那大家也忽略就是在旁邊的那些 那些在這些殘障朋友 旁邊的這些朋友 他們其實跟我們這些有不同賬美朋友的連結 才是最可貴的 這才表示他像農族媽媽媽一樣 把他當一般的孩子送到遊樂國小 送到什麼這樣 那他今天有這麼樂觀的天性 那獲得他像你一樣這樣服務很多人群 其實這些也來自於一個環境周遭 因為大部分是跟其他的人一起的互動 那我們這樣的人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更何況我還有一個殘障的媽媽 所以我其實在這裡面是 跟一般的這種探討的主題 就又拓展到 就是對於旁邊的這些有障別的朋友 他們旁邊的人 跟他們怎麼樣一起來合作是什麼事 或者一起怎麼樣互相關照彼此的生命 而迸發出一些更有意義的一些 生命的一些意義和價值 其實我這一部紀錄片 93分鐘其實有一部分在詮釋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很多我跟他們的生命的對比 比如我過去我採訪我主持 對我們講話唱歌是這麼輕而易舉的事 對 撐托他們兩位是這麼的辛苦 這麼的不容易 對 那就更表示他們的了不起 那再加上我跟他們一起 有看他們演講 看他們自我的突破 那得到 我也得到很多我的生命的成長 他們也互相鼓勵 然後我們一步步 最後呈現出 啊 唱首歌給自己的媽媽聽 因為就是他只是 他沒有要當光羊豬一條船 他的夢想就只是 我能夠站在我家唱一首完整的給我的媽媽 我就想就唱給媽媽聽 你不要擔心唱給別人聽 擔心唱不好 這樣的感覺非常好 那這樣呈現出來 就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夢想 他們就花了一輩子在完成 然後我今天我也是花了一輩子 在幫我媽媽看外面的世界 那這樣這樣的融合就是 就是我在潛水咬的管子 他天天咬的管子 玉華要裂 他的雙從唇惡裂的身帶都裂開 他不斷吹這個管子 吹那個杯子裡面的吸管 這個無意間 剛好三個巧合都在咬的管子 所以為什麼我叫 三個的路上潛水之 OK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說我們路上行舟是貝加性 那這樣的情形下 就連結了我們三個人的生命 跟我們三個人的母親 其實這裡面是 有包含了這樣的一層意義在 哇 太棒了 拿給大家 哇 許大哥真的 謝謝 而且許大哥的人生月曆太豐富了 所以我也希望把這些豐富的月曆 能夠關照 然後襯托到不同生命型態的人 對不對 我等於也代替他們 像代替我媽媽去看這個世界 那同時他們也帶領我 進入到了一個我自己的心靈世界裡面 所以這個彼此的成長和互相的提攜 我自己扶持是無分宣誌的 所以我覺得這才有意義 就不是把產商朋友 賬別的朋友都各自孤立起來 然後去看你多辛苦 你怎麼樣 那又回到汪洋一條 汪洋終於要產了 所以你懂我的意思 他一點不孤獨 旁邊有這麼多的船跟他一起 而且不分你這個船有點破 我還是我的船是豪華郵輪 沒有衝突 我們一起成長 一起前進 你帶我看到我看不到的心靈世界 我帶你看不到你想看的外面的花花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可能很多人在看我的紀錄片 他們一開始他不了解說 為什麼要介紹三個人 還有介紹三個母親 要這麼大的範圍 要把你的經歷跟他們的經歷 要堆疊在一起 其實我是有這種 關照生命的角度 這樣一關照才發現說 原來這些生命 它同樣都是有一樣的意義價值 而且可以互相鼓勵 我們也可以一起去合作 我們又可以各自發揮 所以這就是 我希望我這個紀錄片呈現的原因 所以為什麼把這個 前面的錢改成潛水的錢 因為我們都沈潛在 人生不同的角落 而這個角落 我們又發揮了我們各自的潛力 然後我們就鼓勵更多 還沈潛的這些 各不同障礙的朋友 可以一起走出來 而且是沒有分我無藏 它有這樣的 沒有關係 大家就是朋友 我們這樣的合作和情誼 更建立出一種很可貴的一種 社會價值的模式 我是期待這樣 但是這也是我們是真實 20年的交情對不對 我們都是真實的這樣的情誼 我們並不是有一分兩分可以 幾分鐘我可以照做出來 擺拍出來沒有辦法 對 很多裡面都是真的是到他那邊 本來就沒有目的要拍這個電影 而是真實當實 只是把他的攝影機記錄下來 我就把它剪接進去 那這些很多點點滴滴 就變成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才會叫勇往之潛 潛水的潛 生命就取得很好 謝謝 而且剛才聽許大哥這麼說 我覺得 這是一種 用生命感動 生命感動 生命 生命影響生命 對對對 真的 對 而且生命不要再去區分 是有障無障 根本沒有要區分嘛 這些區分就已經有差別了 甚至已經有期待 這個是汪洋舟的一條材 那代表是其他 我們無障的就 每個就一定 成龍成鳳也不見得 一樣進監獄的 或者一樣的這個 衝突潦倒的 這個懷財不遇的 多的是啊 所以我覺得一點都不衝突 我們現在全部拉到一個 平等的角度 只是說 確實我們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生活 生命紀律很不同 那我有這麼多的 這些旅行的 工作的 那些東西剛好 關照到他們的生活的時候 就產生很大的一種戲劇張力 那這種張力 其實它不是在堆疊 啊我去過哪裡去的 而是說 這些地方 居然到最後變成 我講了以後 他們有去 然後我又從他們的生命故事裡面 我看到 我去的這些東西 背後真正的意義 哇那這是不是 互相在激勵成長 對 這就是所謂的正能量 正能量 對對對 好的 所以我希望這些就是有的時候有機會去跟大家詮釋我們做這樣的東西 尤其像你在這邊做很久 而且尤其我聽了你幾次演講 讓我們對很多 我們面對 還看待才能朋友的 這種心態跟觀念 調整 對不對 像那次你講完以後 接著就是孫家良講 孫家良就說 孫家良就說 他天才兒童 對不對 然後跳級 然後怎樣怎樣 讀博士碩士 他說 他說 他一點就覺得這個什麼 他最大的夢 他的夢不是這個 他夢是希望 只能讓我自己去上學 我可以自己去洗溫泉 我可以自己去 然後後來他到美國 我來去美國等候看他 他整個人我都幫他記錄 所以這些其實我記錄很多 包括阿開 最後在龍總 因為其實我當時我從南部趕過來 一般我是不太想要跑到台上去 可是我知道他看不到我 所以在幻場的時候我就跑到旁邊 然後攝影機跟他說 阿開我是 熊耀平我來了 他說 太好了太好了 好高興 我高興 然後居然就是我跟他講的最後一句話 對不對 那當他得病的時候 我們玉華對不對 我們一起去跟牧師一起去 我們在他家跟他一起禱告 然後他彈琴唱歌 然後他唱的那些流行歌 我也都很熟 然後我一唱 我燕雨寫要 哦 這是民國幾年 這是誰唱的 什麼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哇 如蜀嘉珍 對不對 然後當時我跟他們的五眼離奇 在那個小滴琴家 我們一起排練過很多次 他們演練我的作品 然後 然後阿開就要一直轉 一直轉 那就是從你的舞台上跟他的活作 從他拉救護車 什麼這些開始 所以我那時候像這樣的東西 都是一個緣分自然的結合 但可能透過這一部《勇往之前》 我希望把這些感動 把他完整的說一個清楚的故事 那就指這個起步 將來像孫家良的 像阿開的還陸陸續續續 一起呈現出來 對 還有你的故事 像這種都是很讓人敬佩的 嗯 太好了 嗯 好 加油 謝謝 加油 哈哈 我們拍照照